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财经快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要揭开几个企业的最新财报 真是让人心情复杂呀 首先 普瑞眼科的前三季度 净利润惊人的减少了95% 从去年的1584.12万元猛低而下 让人感到心疼 原因在于营收下降和各项成本上升 让这家专注眼科医疗的公司面临巨大的挑战 而另一方面 中信证券和招商银行的三季报 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中信证券在牛市的助力下 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增长21.94% 似乎一非冲天 而招商银行虽然整体表现略有下滑 但非利息收入的增长却让人感到一丝希望 真是稳中求胜的典范 至于龙心中科 前三季度的亏损达到3.43亿元 这一数字让人不禁捏把汗 虽然他们的营收略有增长 但受到宏观经济影响 重要客户的采购未能恢复 让整体情况不容乐观 不过龙心在技术和市场竞争力上 仍然有希望的迹象 期待未来能有更好的表现 总的来看 今天的财经消息各有千秋 从普瑞眼科的低谷 到中信证券的高峰 再到龙心中科的磨难与希望 让我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市场中 保持警觉与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不过话说回来 普瑞眼科这家伙 掉得可真是让人心痛啊 95%的净利润减少 这就像是从一座高楼上直直掉下来了 根据他们在10月29日那天的公告 净利润只有1584.12万元 相较于去年 简直让人想唱首凉凉 来安慰自己 当然 问题的根源在于 他们的收入减少了 而那些运营成本 销售和管理费用 却像拉工一样 蹭蹭地往上涨 利润空间被压缩的 就像我们早上匆匆忙忙挤上地铁似的 真是让人无奈 而根据Win的数据 前十大流通股东的持股情况 也像 你拍一 我拍一似的 变来变去 中国银行那边的华宝中正 医疗交易型开放 是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了67.70万股 显示出对普瑞眼科的信心 而中国工商银行那边的 融通健康产业 灵活配置 混合行证券投资基金 则减持了118.05万股 感觉就像朋友聚会中 突然有人说不喝酒了 全场都猛了 普瑞眼科本来是眼科疾病领域的守护神 提供了各种趋光 白内障 医学时光 和综合眼病项目服务 真心希望他们能找到解决办法 不然的话 未来可能就得戴上防风镜 才能看到他们重振旗鼓的样子了 再说说 中信证券和招商银行吧 这可都是金融界的大佬 他们在10月29日发布的三季报 给大家来了个 谁更牛的 大猜想 先看中信证券 第三季度的营业收入 159.58亿元 同比增长11.54% 规模镜利润 62.29亿元 同比增长21.94% 哇 这数据一出 真想给他们比个大拇指 不过啊 前半年可不是那么美妙 营业收入301.83亿元 同比下降了4.18% 规模镜利润 则是105.7亿元 同比下降了6.51% 这让人感受到了一种 起死回生的希望 感觉如同看到了逆袭的希望 这次的成功 其实要归功于牛市带来的春风 老美降息了 中国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也都在发力 央妈还创造了新货币工具 为股市提流动性 市场上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而招商银行呢 虽然第三季度 营业收入 797.64亿元 同比下降了 2.51% 但净利润 384.41亿元 同比增长了 0.79% 就像个小小的胜利 虽然整体表现 有点差强人意 但至少是回正了吗 不过招商银行的前三季度 表现有点小失落 营业收入2526.03亿元 同比下降了2.93% 净利润1131.84亿元 同比下降了0.62% 而利息收入方面 净利息收入1572.98亿元 同比下降3.07% 感觉就像是你期待的大红包 结果里面只有几张小票 但招商银行的非利息净收入 倒是有点惊喜 397.09亿元 同比增长28.23% 主要是沾了债券和基金投资的牛市光 而不良贷款方面 虽有增加 但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 都有所改善 总的来说 中信证券在牛市里 简直是如鱼得水 而招商银行 则是稳中求胜 各有千秋 最后我们来说说龙心中科吧 这家伙最近的财报 就像是喝了一杯苦咖啡 心情复杂啊 他们在10月29日发布的 三季度财报中显示 亏损了3.43亿 前三季度营收也只有3.08亿元 同比减少了21.94% 这就像买东西 发现涨价了 但买的东西还变少了 心里那叫一个失落 亏损的原因呢 主要是宏观经济环境不佳 政务和公共客户的采购 没恢复正常 竞争力虽提升 但芯片销售策略的调整 让人有点抓狂 而且资产减值损失 和信用减值损失双双激增 真让人捏把汗 不过呢 上半年信息化业务的毛利率有增长 后续也有望继续增长 而且在生态建设上 龙芯的开源鸿蒙 统信 麒麟等国产操作系统 都已支持龙芯 至少在软件上不愁了吗 在服务器市场 龙芯的芯片性价比高 竞争优势明显 今年5月 他们的服务器 还入围了中国移动等运营商的 服务器集彩标包 真是个不错的突破 预计2025年 Q2会推出新的芯片 希望到时候能带来惊喜 总之 龙芯中科的情况 就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电视剧 虽然有心痛的瞬间 但希望的光芒也在闪烁 希望他们能早日走出困境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 普瑞眼科这家眼科界的大佬 居然在今年前三季度 惨遭净利润下降95%的打击 这就像是看着一个事业蒸蒸日上的邻居 忽然从豪宅搬进了大杂院 心里不免有些唏嘘 营业收入的下降 加上各种成本和费用的上涨 简直就像是眼前的蛋糕越看越小 最后还被塞进了瘦瘦的饼干盒子里 尽管中国银行的华宝中正医疗基金在增持 似乎对未来有信心 但另一边的减持潮 却让人怀疑 这信心是不是只是表象 看着普瑞眼科的现状 只希望他能重新找回那些 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业务 别被竞争挤到角落去了 再来看看金融界的两位巨头 中信证券和招商银行 这两家在三季报中展现的风光 可真是让人有种金融春天到来的错觉 中信证券的业绩反弹 堪称经验 简直像是一个逆袭的励志故事 牛市的到来 像是给了他一双翅膀 营收和净利润一飞冲天 而招商银行 虽然在营业收入上稍显逊色 但还是靠着净利润的微增 稳住了阵脚 这就像是两位选手在赛场上的表现 一个在冲刺 一个在稳步前进 各有各的风采 虽然招商银行的净利息收入下降了一点 但在非利息收入上找到了些许亮点 这样的策略调整 或许是他稳步求胜的关键 那么龙心中科的财报 就好比一杯苦涩的咖啡 喝下去让人有些不知所措 前三季度亏损3.43亿 这种程度的亏损 就像是看着一个孩子考试挂科 作为家长既心疼又无奈 尽管第三季度的收入有所增长 但归母净利润还是让人难以乐观 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和主要客户采购的推迟 就像是命运在和龙心玩捉迷藏 搞得他们进退两难 尽管资产和信用减值损失 让人捏了一把汗 但好在后续的信息化业务和生态建设 给了我们一些希望 龙心中科寄予厚望的服务器市场 和即将推出的新芯片 似乎在为他们打破困局 指明了一条出路 总结来看 普瑞眼科需要更多的战略调整 来规避市场竞争的压力 中信证券和招商银行则各有各的亮点 中信在牛市中大放光彩 而招商银行则在细节中寻求突破 龙心中科虽然陷入困境 但在技术突破和市场拓展方面 并未停止脚步 希望这些企业都能在各自的领域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为未来的业绩增长铺平道路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